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日 星期三 今天是早一點錄 因為一會有工作 所以今天就不太晚了 但是 我看到大家都有問 某些股份 例如XXX8 或者是700這一類新經濟股份 我先說這批股份 因為大市 其實跟這些股份的走勢 有一定的關係 先說回MARGO MAP 有朋友之前做了淡倉 也在昨天的時間 走了 也恭喜你 當然你可以說 假設你昨天沒有走貨 今天會再賺點 但是 今天就真的很難預計 在某些程度上 你出了策略 或者這麼說 這一類的新經濟股份 我其實不主張短炒 大家可能之前的時間都知道 我這一批股份 甚至我自己 拿破的話 我也是抱著一個 長線的部署心態 但是這一批現在的情況 有點不同了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一些股份的看法 其實我之前說過一下 尾團雙頂 接著 裂口拿來之後 其實它的調整幅度 差不多 因為它一下子 到了雙頂的調整幅度的位置 即是說圖的方面 有一批是很合理的 不過業績 真的不太行 所以其實在某些程度上 你會看到很多業績股 即這類的新經濟股份 出了業績之後 很多股份 插進去 接著有一批的 但是批不上去之前的那個位置 尾團 其餘只有一隻 其他那些我都不敢太有信心 另外 如果你說騰訊的話 騰訊其實那個範圍 異體的 450 500 你當作比較多 5六分buffer 即大概是 445 50 50 550 即這個範圍這樣 暫時去回到大概 46人的位置 但是 也是那句 又是不離不開這個範圍 所以你說炒騰訊呢 短炒 先看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都易足 純粹以回到 這一輪的表現去看的話 你易足的 可以的 一個就是短線 而且一疊不對路的話 就要走貨 為什麼我這麼強調 這三個字 真的好坦白的 就是說 其實大家現在 我昨天都說了 這一兩個星期的時間 你預算的市場 是會很波動 但是波動 源自於 可能都未必關於公司 一些業績市 甚至公司的資料市 當然 大事大家要留意 好像剛剛有些消息 就說 好像內地方面 就不再准VIE的公司 就去美國上市了 這個可能對於今晚的 新經濟股份 有機會 有一番新的震盪 也不奇怪 但是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始終現在 對於疫情的 認知度 其實很低 大家回想一下 昨天這一段的時間 大家聽到 Moderna說 那些藥沒有用 對於新的藥 可能沒有什麼用 然後市場馬上插進去 這是昨天的人認知的情況 到今早 Beyond Tech那邊 出來說 一些藥 對於一些 可能中招的人 對於一些 新中招 變種的人 都還有一個成效 還有一個功效 那你見到 即時 包旗 扯上去 那你跟著 廣國的表現又好像好一點 其實現在是很容易 受到一兩個消息 所影響 而這一兩個消息 是大家 不會知道 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之前我都說 未來這一兩個星期的時間 就會有很多 可能相關 一些 可能對新衣 變種病毒 會有更多的消息 所以 變成這些消息 對於市場 真的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很簡單 如果你說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 就是 原來大家都不需要害怕 這東西可能 處理性很厲害 不過 原來很弱 對人的影響 其實是有限的 大家自自然 就不會這麼擔心 那不擔心的時間 你的市場 氣氛更好一點 但相反 如果不是 這東西真的 原來來水空空很厲害 如果再插 即不可能是港股 環球股票市場 再震盪 再插下去 都不足為奇 所以現在的關鍵 就是 究竟現在這東西 的情況是怎樣 這個對於 港股的影響 我相信是比較大的 但是 港股方面 當你很多東西 彈上去的時間 我覺得不需要 什麼特別的 分析 真的 只是看消息 但是問題是 當你彈到現在 23,600 23,700 左右 我們彈上去 大概到 借著一些 比較像是 我們當假設 當假設 疫情 甚至新的東西 原來沒有什麼 可能因為這樣 而彈上去 大概24,500 不足為奇 但24,500 至上 大家會面對現實 就是 究竟這些股份 值不值得再升 很可惜 你看看 剛剛這段時間 科技股 沒有哪一隻 真的叫做標青 真的好 到大家要懂得選擇的時間 自然 就回到美國那些 所以 對於港股來說 也算是不利 所以 就算是 有個普通 這幾天的時間 都一定會很震 一定會很震 我再說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其實 幅度還是很差 你想想 今天 當大家 當很多科技股 都是一旦的時間 其實 阿里巴巴 都還要下跌 你想想 其實幅度是弱 但到這些位 你又再開支 你看多少呢 這位 你再數下去 像你所說 可能看120元 但是 你說是否很直撥呢 這幾元雞 就好像不太直撥 不太直撥 甚至乎 當然 你也可以說 有件事是真的 如果 你以弱勢 顧慮表面來計 它是弱勢 所以就算它彈也好 有限 即是它彈上去 也不方會彈得多 是的 但問題是 當你真的在那裡 這個東西 這麼下跌的時間 它特意不多也好 但突然之間 一下 可能就是那一下 可能大家遇到 當你最多 最多 升一成 但它一天升5% 第二天升5% 那已經是一成 你想想 其實那兩天 已經是拿你的命 所以現在 市場 南韓的地方 是說 很短線 而且 可能你嚴格遵守 一些指賺 指示的部署 就會好一點 也都說了 美股的情況 其實美股 昨晚我還有跌下去 但我又不好 真的很擔心 因為 為什麼呢 最少就是 即使你現在要回調 也好 你的回調的幅度 不算很大 與你之前的 歷史高波 是比較的話 即是破頂的位置 比較的話 其實也不相差很遠 所以 某程度上 其實我真的 也不太擔心 美股的狀況 反而突然轉 我不知幾歲 他不回 現在的位置 即是你說現在的位置 去買 反而信心 真的不算很大 所以 反而讓他回 即是讓他回 即是讓他回回 一些時間 即是好像 robot 那些 你說真的 去回100元的位置 我覺得好像有點難 但是 115流下 110流下 我覺得可以再想一想 Tesla Tesla 是強的 但Tesla 也不會現在 去追貨 所以 先等一會 等一會 會比較好些 最後 講完什麼 講完220 差點漏了 220 220 即是統一 統一 其實在某程度上 為什麼 大家可能會開始 追貨這類的 食品股呢 因為大家看到 一件事 就是 可能他們的毛利率 雖然 都是差一點 但是 因為原材 價格上了 所以 他們有機會 就說會加價 可能將成本轉價 給客戶 所以 大家可能會有些 衝勁 這件事 令到他們的股價 這段時間 就打了一點 其實1151 旺旺 那個勢力真是漂亮 那個勢力真是不錯 但是 對於 可以跟成本轉價 這件事 我就一般般 我看法就是 未至於說 真的可以很 六官的批 還有 有一件事 其實 我們說 這一反 其實競爭都真的大 不過我不知道 可能我自己 吃來吃到那些牌子 哈哈 我自己日治文 很喜歡吃零食 我也吃過很多薯片 不過 來來去去 都是那幾個牌子 我會嘗試試試試 一些新牌子 但好像吃完之後 都沒有很多 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大家 為什麼我經常會買 HGTV Mall 因為HGTV Mall 你訂薯片 可以一次訂很多 夜間訂很多 有時候去759買 好像我這些 買得多 有點尷尬 哈哈 其實很誇張 我那時候去759 買薯片 一買馬亭 可能八至十包 這樣 但是 沒有了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吃薯片 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有什麼好薯片 大家可以推介一下 都可以的 最多交換 大家有什麼好薯片 介紹給我 我介紹一隻最好吃的 給大家聽 大家可以公平一點 但是 對 我覺得 一些品牌的競爭 也有些難度 所以 我覺得 這一批玩法 是中性 我又不敢看太差 但是 是中性 對 大致上 回答大家的問題 今天先講了那麼多 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